说起国际巨星,大家可能会想起五大明星成龙,女星也会想起国际章,她们不仅在国内的事业红火,还把迷气带出了国门,成为真正的家喻户晓的明星。 其实还有一位国际女性,在八十年代很是出名,她就是陈冲,陈冲是一位饰演电影《青春中亚美儿》染露头角,那时还是黑白电影的世时代,陈冲也算是中国较早的演员了,之后出演《小花》这一电影收获了百花奖的最佳女主角,最经典的电影《末代皇帝》, 更是让陈冲红极一时,凭借着这部电影,她获得了奥斯卡的九个奖项。 陈冲不仅仅是演员,也做过导演和编剧,是好莱坞编剧协会其中的一员。 导得最成功,最让人印象深刻的电影,就是李小璐主演的《天玉》,年纪轻轻的李小璐,也凭借这部电影,拿下了金马奖影后。 但是李小璐之后多次表示,拍摄陈冲的这部电影给她带来伤害,这部戏中是有暴露的镜头,但是李小璐签约时没有同意这一项,所以陈冲找了个替身,进行了剪辑加进了电影里。 这却让观众认为是李小璐本人,至今,她都不肯原谅陈冲的这一行为。 陈冲在事业上取得了很高的成就,在情感和孩子上,却没有这么让人羡慕了。 第一段混音,陈冲嫁给了浪漫的柳青,那时的两人都没有什么钱,出到美国的陈冲一直很低落,为了使她开心,柳青天天唱歌给她听,陈冲成名后,柳青给她当经纪人。 只是成名后的陈冲有了很多的交际,柳青却是个霸道的人,不许她有其他男性来往。 最后,两人因为种种矛盾,结束了四年的婚业。 于第二任丈夫结婚后,却一直没有孩子,流产加上年龄的压力,夫妻两人选择了领养孩子。 巧的是,在伴侣领养的期间,陈冲却怀上了孩子。 当时将要领养的双胞胎女孩,之后就一直没有出现在陈冲的家中。 后来有人猜测,这两个孩子是被弃养了,陈冲回应说是给纽约的一对夫妻领养了。 只是这样出尔反尔的事情,还是遭到了不少人的声讨,你觉得这件事陈冲做得怎么样? 现在的陈冲有了两人漂亮的亲生女儿,过得很是幸福。 不过,也因为现在的丈夫比得很是宠爱女儿,常常弄得陈冲粗意大发,这也许就是幸福的苦恼吧。 不过,也许就是幸福的苦恼吧。 不过,也许就是幸福的苦恼。